上个礼拜做完的总共会有7个栏位 1 2 3 4 5 6 7 但是最后一个特别注意 那个名次顾问我讲过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做假如是全部清楚 然后我在执行的话 理论上我应该是先做什么 先做那个第一个 就是输出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实际上就是多一个这一个 然后这个先不要做 就是说先做单一个 然后再做每个切换 但是原来的公式可能需要做修改 原来是40 如果你40的话 那当然一输出 如果是这个公式 这个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40拿到别的地方就不OK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们把同样的公式复制到其他工作表 所以刚刚有同学复制过去的话 复制先做一个 其他如果还是空的 像这边都还没做都空的 那你要把公式复制过去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整个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分别再把这期欄打勾 打勾意思说把你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公式 复制到其他工作表里面 但是可能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那个排也是排名次的部分 因为名次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是到40 可是其他不是打勾之后再取消的话 就是点选这四个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那我再切到第二个 那他公式就会分别帮我复制过来的 所以打勾实际上就复制公式 那可是呢会有个问题 这些向下填满要个别向下 因为他总列数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说全部一次都把它填满 否则只有填到40下面就不填了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那变成说如果你不用VBA的话 你要这样做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40下面也会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你这个地方就变成你要用什么 用手动的方式去修改这个101 那如果你是输入公式的话 你可能要这样做 为什么知道101 Ctrl向下看一下 是不是104 就104 你就变成说只有名次地方要重新修改 改过之后的话这样结果就对 办事源也是一样 你要分别点两下 分别点两下 不过这个是用那个不是VBA的方法 VBA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动作 全部再做一遍的动作 以意思一样 然后这个向下填满的话 一样你要追踪 他最下面好像65 所以这边可能要把它改65 然后打个勾 然后再把它向下填满 不然的话刚刚我刚开始没有发现 刚刚同学有做 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 因为列数不一样 所以他算名次 算那个他的名次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刚刚好是最下面列 否则的话他变成说 他的资料跟只比的话比到40而已 底下都没比 所以这边一样 就把它向下填满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再做一遍的话 虽然也不会太慢 点两下 但是你恐怕就要至少 再多点个二三十下 才会完成 而且还要再修改 那如果你不想要修改的话 这个Ctrl向下 这个到22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这个改成22 那如果你不想改的话 变成说你就是 再把VBA全部写出来就OK了 VBA我刚刚讲过 就是先从清除开始写 不过好像会有个问题 就是同学好像跑那个清除 特别慢 执行 我刚刚这样执行好像OK 但是还是有点点慢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它加快速度的话 你可能写法就不能这样写了 你的写法可能就是 要把这一些都当成范围来看待 不要一个一个出尊个清除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写成范围的话 这个地方恐怕你就要想说 那我们就是把范围就是从B3 到B的最下面一列 这个范围点clearcontents OK所以如果假设 像刚刚同学一直在问 那个清除会跑很慢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改写 只是说改写要怎么写 那请各位也许可以想想看 那我先把这个恢复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要它这个地方只输入一个 如果你要输入全部的话 就是主要是E把这边一定要改成那个R 我刚刚讲过的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再包一个那个就是 那个S的回圈 那S的话就是写在这个的外面 那其实就是跟上面一样 就是forS等于1到4 然后切过去 再做完一次之后的话 最后记得再切回到第一个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如果你怕忘记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放云端 跟我一样 然后想要找的时候拿来参考一下 因为以后的话说真的 哪一天突然你遇到同样的状况的话 你要找程式的话不好找 这个网路上面 也许有别人写一样的事情 但是绝对跟我写的不一样 程式的部分就是说 他不可能说每一个人写的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也许你也可以自己再改一下程式 假如你可以改更好的话 那待会我们来想想看 如何让他的那个什么 让他的那个清除能够加快速度 那清除要怎么加快速度 我的发想大概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我先把这样上面注解一下 我重新写一下 那我们的写法大概就是 一我就不要是一个一个的清 而是把它改成用range range的话呢 当然你就这样 第一个我们刮胡 因为总共会有七个栏位 七栏 B到N嘛 所以呢我应该是这样 应该开头一定是B3 或者B3 E3 到哪一个 冒号应该到B的最下面列 如果是第一个应该是40 后面的话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 clear contents 打错了 应该是打一个点什么 CL clear contents 那好 这样的话意思说 我整个这一栏全部清了 那另外其他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总共的话会有七栏嘛 所以你就是 把它复制 这样会比较快 复制 这样应该知道我在 就把它复制两个 最后多一个嘛 把它三点 因为只有七个栏位 那你就分别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D 改成 这个也是D嘛 然后分别D1 然后再来什么 K 有没有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而且要非常的细心 其实说真的 讲白的真的没什么 OK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工程师 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 兢兢业业 每天都在改成事 你说很难吗 其实如果你看得懂 我就觉得 其实一点也不难 OK 好 这样的写法就范围清楚 我们来试一下 看会不会快一点 执行一下 有 少一个 少一个NAS 所以这边补一个NAS 应该补到外面 OK 如果我今天 这样子 做完 然后清的话 不过我现在只有清这个 清第一个 它就过了 那如果要把它变到 这边来的话 其实你就是 把这些 这个注解取消掉 就是 那个 这个取消掉 那就要把什么 把这一块 搬到哪里 搬到 这个的下面 把它搬过去 这一堆 搬到这边来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一样的问题 就是 向下追踪 40 如果你换到下一个 好 这样执行的话 把它先执行 有资料 变没资料的话 清空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OK 但这个的话呢 下面还有 不过它清到哪里 清到40 为什么 因为我们写固定了 如果将来 当然每个都40的话 就OK 所以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那个 最下面一列追踪 这边 改一下 怎么改 其实也是大 雷同 你可以 把它改成R R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向下追踪的这个 让它自己先追踪一下A 就是A3向下追踪 然后并且把这个什么 40的部分 改成R就可以了 所以40改成R 那理论上 其实因为这个字串 它已经在最右边了 所以你 就以立的调 空一格 and R就可以了 OK 就这样 那 其他怎么改 比较快 还有一招 你可以知道 把这个40 Ctrl C Ctrl H 用取代的 好像比较快 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这个 有时候 写快一点的话 可以 这个取代成这个 就把它分别 寻找下一个 找到了 取代 不过它怎么 多一个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取代 应该是 应该是这边 还要再加一个 加一个后面 双引号成 对 这个手动 删一下 这个把它取代成 这一个 取代 再寻找下一个 找到取代 这没错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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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OK 这样会有时候 比较快一点 好 试一下 如果再 再执行一次 看不不OK 那也就是说 它刚刚的最下面一列 应该就会自动 去把它做 先执行全部 OK 清楚看 比较快一点 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有没有 大概快个0.5秒吧 OK 那请各位 如果刚刚 因为刚刚有同学 问到那个 速度太慢 你就是直接 把它改成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本来是 写成下面这个方式 你又改成 上面那个方式 应该可以看懂吧 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 tám全 找来 点击 developer 优优что 搅拇 中文字幕 李宗盛